在今天東北季風的影響 這溫度的形態來說 南北大不同 北部涼瘦瘦 而且又飄雨 南部地區是多雲 可是溫度中午是舒適有點偏高 那我們來看看一些觀測上面的資料 先來注意到 在風力的部分 最大的地方就在玉山 今天的陣風達到了九級的陣風 但臺灣沿海的陣風 也都有在七到八級 因為東北季風明顯偏強 但東北風帶了水氣進來 宜蘭的降雨非常明顯 有沒有看到 已經到紫色囉 有些側站甚至到達了一天 三百多毫米的雨量 因為最重要就是宜蘭這個本基地形 水氣進入 造成了整個地形性的降雨明顯 而到了花蓮只有五毫米 可是西半部地區只有雲層量多 但在今天中午最暖的地方 在臺中 中午的高溫 到達了二十八點八度 明天冷空氣要減弱了 氣溫要上升了 接著禮拜四 我們要來注意 注意這個天兔 他的轉向 因為最重要這個轉向 就會關係到 他距離我們比較近 還是距離比較遠 但東半部地區 倒是到了禮拜五禮拜六 會有鎮雨的狀況 那我們就來看什麼 來看一下這個色調強化的雲圖 先注意到有四個颱風 這是一個 兩個 三個 再來 第四個在這邊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太平洋面上 尤其在西太平洋 同時在北偉二十度以南 有四個颱風的出現 這比較險少 那我們要注意就這顆系統 因為這顆系統 現在目前是朝偏西的方向走 那明天隨著北方高壓 東移之後 他會開始逐漸的要開始往北偏轉上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什麼來看看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面 我們先來注意到今天臺灣上空的雲量多 最重要就是南邊的颱風系統 正在逐漸的東移 水氣的發展拉上來 跟北方的東北季風帶進來以後 使得宜蘭地區的降雨狀況 非常的明顯 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天的地面天氣圖了 地面圖上可以看到 在目前陽面上面有四顆系統 北方的高壓系統 正在逐漸往黃海方向移動 明天高壓東移走了 風向開始變東風 明天溫度要上升了 那到了禮拜四 我們就要特別注意 這個系統到達了菲律賓 旅宋島東方海邊的時候 他的轉向角度 因為變數非常大 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的路徑 先來注意到目前的預報路徑 都是到了旅宋島的東北方 之後開始逐漸往北偏 之後再轉偏東北方向 這變數有有什麼可能性 第一個高壓下來速度快 他甚至整個偏轉角度大 那另外一種 他可能比較偏西方向 通過旅宋島 還有一種就是比較角度 沒那麼大的時候 就逐漸的接近到 我們臺灣西南方的海域 因為在禮拜四之前 當他要開始轉向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 最重要的觀察點 好 再來我們就看一下 這溫度狀況 溫度在明天白天都明顯的回升 但早晚涼後 北部東部有短暫雨 中部南部多雲時勤 外島地區的馬祖有點雨 金門跟澎湖的是多雲天氣 小丁寧兩件事情要提醒 東半部地區雨區行車 要特別注意 西半部天晴 中午的防曬不可少